你若是会飞的虫啊 你不一定会被鸟吃啊 所以各位 老菩萨当然我想 当你越老的时候你就会发觉 睡眠虽然很短 但是早一点休息 早睡早起 的确非常好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圣弟子是大概九点或十点睡觉 他真正的睡眠时间 大概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所以他三点就起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人真正睡眠的时间 三点以后你就会再发梦 翻过来 翻过去 翻过来 翻过去 滚来滚去 冬起来就掉在地板上了 那你就起来吧 你已经睡不着了 那你就起来嘛 起来静坐 起来诵经 起来念佛 这是很好 你不用浪费你的生命 所以希望各位不要 overwork 全世界现在电脑又辐射线很强 我们人类依赖科技呢 付出了很多代价 但是呢 肝硬化或过老死呢 是现在东南亚华人排行榜第二名的 是很危险的 而且猛爆性肝炎是不分年纪的 也有三十几岁就走的 也有四十几岁就走的 第一看第十四 或因饥渴 罚绝而死 我想这是指没有食物 因为很饥渴 其实这个比较容易发生在哪里 在沙漠 或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万一稻粮不够 然后而死 不过现代呢 新加坡二十四小时都有 你们叫沙巴还是巴沙 巴沙食物 新加坡人不太呢 是因为饿死的 新加坡人是源源仗死的比较多吧 阿弥陀佛 开玩笑的 好 接下来再看 几三 命中果报 刚才讲是死的情况不同 说穿了还是自己的业 那在地藏经里面讲 最不好的叫横死 就是突然发生意外 就这样过世的 那这样的话 希望你为他送地藏经 因为死的时候不是很好 他投胎也不是很好 最好的呢 是修到自己 寿终正寝 笑笑的 自然知道走了 那假如你能够预知十字 那就更好 请看几三 命中果报 有些人命中的时候 有不同的结果 第一个 请看幻灯片 我编了有编号九种 第一 或有过死 有些人是因为有过失而死亡的 譬如说你犯刑 犯罪 所杀到淫忘久 被判刑 然后最后你是想活下去 可是呢 你是被斩首的 或是呢 被国家枪决的 这是有过失而死 第二种是心很好 一辈子没有过失而死 也就是说 当你问一个老人家 什么叫快乐 很多老人会跟你说 我这辈子回想我这一生啊 心中坦荡荡 我没有什么后悔的事 我觉得我很快乐 这个很重要 人生你假如活着的时候 有很多后悔 那后悔就要去解决 去跟人道歉 或做各种补救 所以第二类是没有过失而死 第三种是呢 他寿命很长 叫齐年死 就是他寿命很长 齐就是胡子的意思 你会看到中国南极先公 寿命很长 都喜欢拉胡子 然后对 表示他寿命很长 活到他觉得很满足而过失的 这个是很好 第四 壮年而死 就是我刚才讲 现在很多年轻人 过度的这个工作 所以各位老菩萨们 有时候你要体谅你的女儿 或你的儿子 也要体谅你的媳妇 或是女婿 现在工作真的很辛苦 师父在弘法第一线 我又面对这么多人会客 其实是在一代比一代辛苦 所以虽然你很有福报 你已经退休了 虽然你很有福报 来学佛 做义工 或参加诵经法会 很好 这是你的福报 你的福报 或许你有自己的积蓄 或许你还有儿子女儿 每一个人呢 分担一点钱 效仰你 你要感恩 但是老菩萨 对年轻人 不要责备太多 不要要求太多 现代人做工都要做到八九点才回家的 有些人呢都要做到天亮的 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 你应该多鼓励他 哎呀工作辛苦了 这年头啊 头都变了 知道吗 这年头都变了 因为我们中国讲 这年头变了 不是 这年头都变了 因为他们工作很辛苦 而且做得不好 还怕同事告状 做得不好 老板还不高兴 明年就炒鱿鱼 所以各位老菩萨 我们学菩萨道 对于自己的孩子 女儿 女婿 或后代子孙 有时候要多鼓励他 不要一看到他 就责备他 这样不好 慈悲就是从你 每天对家人的互动嘛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的儿子这么辛苦 假如他喜欢吃 西米露 那你回到家 就煮一碗 先放给他 对不对 他会很感动 哎呀 我这么辛苦回来 可是妈妈一碗西米露 让我觉得心很温暖 有时候他累了回来 你准备一个菊花凉茶 或罗汉果茶 对不对 或一杯 Cappuccino Coffee 不管冷的热的 他会感动妈妈的心的 对不对 老菩萨真的要注意 你想慈悲慈悲 不是只是念 大悲观音菩萨 你救救我 问题你对旁边的人 有时候你都忽略了 给别人鼓励 忽略给人家支持 你的孩子也不在乎 你今天听的是什么经 他也不管你念的是 普门品 普贤行愿品 金刚经 阿弥陀经 他在乎的是 你学了佛以后 对我们家人 有没有更慈悲 更有爱心 更有温暖的心 这个并不难 这没有要你出很多钱 你的心 才可以感动他们 第五个 请看 或幼年而死 有些小孩子 可能在幼年的时候 发生意外 或者呢 得了不同的疾病 没有办法救 他就过世了 对不对 这是每一个人 他的因缘果报不一样 接下来看 第六 或做种种的善业而死 这是很好的 人都会死 可是在这一生当中 他造了很多善业 所以善业 起码往生善去 会生到天上人间 或阿修罗 好的善业 更殊胜的善业 转为敬业的话 你可以求生极乐净土 第七个 有些人他死的时候 回想他这一生 哎呀 左灵右舍一讲到他 就破口大骂 要求哦 拍命啊 那个人造了 很多很多恶业啊 对不对 你会发现 左灵右舍里面 大家都会在骂 那个就是他一生 做过很多什么 吃喝嫖毒 骂妈妈 打爸爸 这种不孝顺父母 然后呢 动不动呢 都要跟别人吵架 或打斗的 那这样子呢 人家死了会觉得 哎呀 这个人死了也好 不要留在人间吧 免得呢 伤害别人 所以像这样的话 就是造了很多恶业而死的 第八个 地藏菩萨知道所有的众生 过去现在未来 有些行善业 虽然身体四大破坏了 命结束了 但是来生他会更好 投胎到山山道 他也知道有些众生 一生造了很多恶业 身体虽然结束了 但是一断气的时候呢 就往三恶道去了 接下来请看经文 看幻灯片 三恶道 山山道 看地狱从哪来 铁之地狱 地狱是由你的心显现的 你造了恶业 你就会进入地狱 举个例子 好 看 铁之地狱 为什么有铁呢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假如没有吃素的人 常常拿火的很烫的水 去烫虾 或是烫食物 那就像铁之一样倒下去 所以将来他堕落的时候 就会到铁之地狱 接下来你看 刀山地狱 刀山地狱从哪来 对不对 刀子啊 对不对 插所有的众生 对不对 你伤害众生 你伤害众生 最后呢 你进入地狱的果报 再问 火车地狱怎么来呢 火车地狱 也是由自己的心啊 用火 伤害众生啊 所以地狱 不是释迦牟尼佛 不是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 创造出来 惩罚你的 写下来 佛教没有审判的思想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要救你 地藏菩萨要救你 佛教没有审判的思想 那请问这些地狱怎么来呢 其实是由你的心 变来的 因为你没有造那个恶业 就不会进入那个空间 所以 人在世的时候 有时候要懂得控制自己 要知足 要节制 否则呢 一失足成千古恨 当你回头的时候 已经百年生了 好 好 接下来看 几四 修三善行 知识是以 复制思维 我当正行 修什么 请看幻灯片 修身善行 与善行 跟意善行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这个是人的标准 很重要 我们学佛也应该从这里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这个你慢慢的善业就会增长 比方说 请看经文 我当施舍种种的善巧方便 当我在修行的时候 我要做布施 下面讲六度 布施 调伏 极境 就是布施 持戒 还有禅定 它是用这三个来代表六度波罗蜜 当我们行布施的时候 就是帮助众生 调伏是指调伏你的心 极境是让你 透过修持的方法 心很宁静 当你这样常常 有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的时候 因为你的心念 都是善的比较多 所以当你生命快结束 四大分离的时候 你自自然然 心不会很恐怖 很微笑的 就勇敢往前走 所以经文讲 当往善去 你就不会堕入带三恶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做过 亏心的事情 也没有做过伤害众生的事 所以你没有三恶道的恶业 接下来再看 此岔地立灌顶大王 思维是宜 勇猛精进 修身与意的三种善行 在这里讲不要伤害众生 我再讲一个故事 一修和尚 这个故事我在海音古诗讲过 但是我想在这里 讲给很多没有听过的联友 一修和尚 有一天他出去脱坡 因为天气很晚 到了另外一个村庄 那晚上就挂单在一个居室的家 那是他的徒弟 结果他半夜睡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听到隔壁的人都在哭了 哭得很大声很大声 为什么 孩子过世了 而且是中年 突然就过世了 心脏病爆发 结果他被吵醒了 吵醒了以后 他就问这个房东说 隔壁是谁呢 他说师父 隔壁是一家卖杀业的 常常杀生 虽然身体好 但他们常常三晶半夜就开始杀 做了一生的事业 可是他的爸爸妈妈病痛很多 现在他唯一的儿子就过世了 他们很难过 他哭得很伤心 那因为一修和尚很慈悲 就想 哎呀 他已经过世了 我又听到他的名字 那他就跟他讲 你过去敲敲他的门好不好 反正他们家搬伤事 师父过去帮他送送经好吗 帮他超度 跟送送经回向给他好吗 反正世界这么大吗 我今天刚好来到这个村庄 住在你隔壁 虽然呢 我被吵醒了 但是我就帮他送经回向好吗 结果他就跑过去 他说 你很有福报 我的师父来了 他想为你的儿子送经超度好吗 他听到有师父要送经 他当然很感恩 可是他的爸爸妈妈没有学佛 平常没有学佛法 只觉得师父来 我当然很高兴 结果呢 就高兴呢 然后就一修和尚就拿起墨鱼 开始帮他送经 你有阿弥陀经 往生咒 还有念佛号 这样念念念 他们就一直听 听得很感动完了以后 结束回向完以后 他呢 妈妈就非常的伤心 就突然问了一句话 师父啊 你大慈大悲啊 请问我儿子 将来会不会剁三恶道啊 他说呢 我们一生造了很多的恶业 都杀鱼啊 杀鸡杀鸭 可是我想我孩子呢 才三十几岁啊 四十几岁啊 就断气了 他一定呢 不太好吧 师父你很慈悲啊 可不可以救救我孩子 好不好 你跟元楼王打商量一下 可不可以让他叫他不要尽 三恶道好不好 他一直跪着他 苦口薄心求他 结果呢 这个呢 因为他们不懂佛法 可是他们很真诚啊 看着自己的孩子 实体躺在那边 泪流满面 说师父 你赶快写信嘛 写信呢 那告诉元楼王 那他因为强烈要求 那一修和尚很慈悲 就说好 拿笔跟纸来 我帮你写 跟元楼王打商量一下 他就写咯 写 写完以后就折起来 折起来以后放在上面 然后他继续念佛 他就很好奇 师父刚才很慈悲 到底他在写什么呢 这时候师父呢 上个厕所就去了 去了以后回来呢 再上厕所 偷偷就把那个儿子 因为他写那个纸 他是夹在儿子的尸体上面的两只手 所以夹在那边 他就抽看一下 你看 天哪 师父竟然写 元楼王啊 我告诉你 这个儿子 生在那杀生的家庭 他们杀生无数 罪业无边 对不对 本来呢 是应该呢 要定入堕地狱的 其实你也应该让他去地狱一下下 受受苦啊 然后呢 可是呢 他们要我呢 贿赂你一下 说可以生上天上 我带他 向一切的众生忏悔 其实他造了很多的恶业 可是因为他妈妈没有学佛 他一看 他非常生气 他说你这样写信给阎罗王 阎罗王怎么会帮他 就师父出来 他就破口大妈骂了师父一下 结果师父就反呵斥他 我讲的不是真话嘛 你想想看你这辈子 对不对 白法人送黑法人 他现在就走了 对不对 你们两个老人家 将来会是怎么样 也不知道啊 你还不忏悔 你不是要我帮他吗 对啊 我就是把他 真实的罪状都写出来啊 写出来才会真诚地忏悔啊 忏悔完了以后 他才会免于三恶道的痛苦啊 就这样讲完以后 他就回下 就把那纸呢 就丢在那个火里面 一烧以后呢 你知道吗 真的很不可思议 他儿子的灵魂 就从地狱里面 做着莲花就升天了 这是说明什么 忏悔罪业 有很大的功德力 没有错 他一生已经造了很多恶业 其实他本来就是要多三恶道 第二个 他多生多劫的善根 还遇到一修和尚 为他诵经修持 第三个 他的爸爸妈妈 因为不学佛 所以世间的人呢 总是想法很世俗 还骂师父 师父跟他呵斥醒了 说你要忏悔 因为忏悔 才会让你的心得清凉 所以我就把你儿子的罪状 跟家人的罪状通通写在纸上 这才叫真实忏悔 第五个 最后 阎罗王真的接受了 一修和尚的忏悔 当他火化回向的时候呢 火化的时候呢 火化那张纸回向的时候 他就看到儿子 就坐着莲花而升天了 万一各位 你没有遇到一修和尚呢 那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忏悔是有他的功德的 请看下面经文 三十九页 第八行 物二 十善业 十功德 分二 己一 远离恶业 人要常行不失 一切所有的饮食 衣服 交通工具 卧具 医药 防射 乃至你有的灯 还有所有的财产 奴杯 仆人 种种的珍宝 头目手足 乃至于身体的生命 你够用就好 多的应该 不失给 所有一切的众生 接下来 以及离杀生 即离不语取 离欲邪行 也就是离开 杀盗淫望久 这三个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行 不邪行就是呢 出家要严守 清净犯恨 在家严守 一夫一妻治 或是呢 海 待会我会讲一个 外遇的故事 真实发生在台湾 结果呢 他呢 求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呢 就这样让他家 破境重圆 接下来再看 离妄语 出恶语 离间语 以及杂慧语 就是离开 妄语 两舌恶口 跟奇语 所以讲话要谨慎 我们承担佛教徒修行 最大的功德 你来诵经 可是我们最容易造恶业是吗 也是嘴巴讲八卦 讲是非 讲过失 接下来在 离诸贪欲 离诸称慧 离诸邪见 就是贪称吃 吃呢 在原来的翻译里 翻开 离开 邪见 会比较完整 我们一般讲 十善业到第三 最后一个 义不要离贪称吃 其实这个里的吃 是应该讲 邪见会比较好 这是玄庄大师翻译 好 我现在就讲 离开 邪行 当然我上次也说过 现在全世界 经济都不景气 东南亚都很竞争 有很多新加坡的老公 也会去出差 到中国工作 也会到印度尼西亚 到马来西亚 也有几位联友来跟我说 师父 我发觉我老公有外遇了 怎么办 我说 这个很难 因为你长得这么庄严 也不是你的错吧 对不对 但是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好 我先讲这个故事 再给你建议 大概呢 有一位台湾的佛友 两个月前 他就发现 他的先生 常常回来的时候很晚 行动很怪异 然后呢 他的确呢 错过人家去查访 他知道他有外遇了 当然知道外遇的时候 太太是心碎了 可是呢 他为了孩子 他就不愿意揭发这件事情 以便弄成僵局 然后呢 他们会逼他离婚 可是呢 他想想看 一个家有第三个介入 其实他们常常是 冒神合理的 他跟先生常常吵架 弄得不可开交 而且对方的女孩呢 想尽各种方法 就是控制他那贪婪的心 有一天 他想着想着很难过 就在佛堂里拖地 拖地的时候呢 没想到 他先生竟然跑出来了 就抢走他的拖把 然后逼着他 掐着脖子 甚至打他 在地上压着脖子说 你一定要跟我离婚 因为我找到新的人了 他不肯 那时候呢 想要用死来威胁他 当时他非常的痛苦 就一直念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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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救我吧 没想到他一心念几分钟以后 不但觉得脖子没有痛啊 突然他先生摔倒了 摔倒了以后呢 他非常生气 更气的说 你今天不签 改天签 我绝对会找你算账 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 他自己泪流满面的跪在佛堂 因为当时呢 刚好参加七月地藏法会 然后想到地藏菩萨 他念地藏经 看着地藏菩萨 他就泪流满面 他说天下的苍生多苦啊 不幸呢 我刚开始跟夫先生 是很和乐的 生了小孩 他的心就变了 现在呢 他觉得呢 他先生的确有外意 而且还要逼他离婚 是对方的女孩 跟他先生联合起来 要逼他离婚 这时候他就看着地藏菩萨 就泪流满面 觉得自己呢 业障很深重 结果呢 他仔细的看一下 结果地藏菩萨 佛像突然会动了 对他笑了一下 他本来以为看错 他眼睛眨一眨 他想 真的地藏菩萨 为我笑了 后来呢 他就擦干了眼泪 继续下午两点 就开始诵地藏经 念到地藏经说 业力甚大 能敌虚弥 能深聚海 能丈甚道 事故众生 莫以小恶 以为无罪 死后 有报 千毫受之 父子至亲 其路各别 纵然相逢 无肯待受 这个经文 大家很熟 简单地讲 就是说 业力真的很大 能够敌过须弥山 能够丈深的深海 而且会障碍 你修行的圣道 所以众生呢 不要以为 小小的恶 没关系 没有看到 人家不知道 你就做 死了以后 绝对有果报 就算父子 两个再怎么亲 爸爸造的业 爸爸自己受 儿子造的业 儿子自己受 是不可能代替人的业 结果他念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他就放声大哭 哭完 他就求地藏菩萨说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你给我鼓励吧 假如我真的跟我先生圆境了 那希望佛菩萨保佑我母子不要被威胁跟受伤 那我们就分开吧 他这样念完了以后呢 心里就很平静 连续参加了三天的地藏法会就回到家 回到家以后呢 刚开始啊 他不觉得怎么样 后来回到家第三天的时候 突然啊 他老公就回来了 那老公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跟他讲老婆我回来了 他就没有理他 然后他想说反正你有外孕了 你心不在这边嘛 后来呢第二天呢 连续四天啊 他老公呢晚上都去夜店 都很早回来 为什么很早回来呢 因为有一个人很高大很高大的人 到夜店里跟他说了几句话 快回家 不要再和那女人交往 你跟他有恶缘 回去好好向你的母子道歉 然后转个头人就不见了 他以为是鬼 可是呢是真的有一个人 而且连续四天 所以他就吓到 就赶快呢 就夜店啊 喝个酒啊 就赶快回来 平常都要三更半夜就回来 另外呢 后来呢 他就跟老婆道歉 老婆就跟他刚开始不相信 后来呢 他才知道 原来这是地藏菩萨加持他 为什么呢 他也说 对方的女孩也连续做噩梦 地藏菩萨梦中告诉他 破坏人家的家庭 让人家妻离子散 你要付很重的因果 你将来会堕地狱的 不要再执迷不悟吧 结果呢 因为男的发生这样事 女生呢 就也发生这样事 连续做梦好几天 所以他们心里很害怕 结果两个人一对梦境以后 他们决动自动分手 最后老公就回来跟老婆道歉 这时候啊 老婆才觉得 地藏菩萨救了他 后来呢 他就要老公 在佛菩萨上面忏悔 而且同时发誓 这辈子永远不外遇 他说老公 我原谅你 他问他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最爱的老公 人没有不做错了 可你做错愿意回头 再大的错 我都原谅你 他说后来呢 就劝他老公学佛 学佛看佛书 就控制自己 最后他们就变成佛化家庭 等到他老公学佛 一年以后 他就跟他讲 你知道吗 在夜店里 叫你回来的是谁啊 地藏菩萨的化身 我想这个故事 是发生在台湾 是很真实的 就这几年 那当然 这个社会是很复杂 假如你很不幸 因为过去的恶业 而夫妻的关系 变得很复杂 请你拜地藏王菩萨 这个故事就是很真实 你不用去跟老公吵 也不要跟老婆闹 因为人恶言相向 冤冤相报 你心里要原谅他 但是你求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有智慧 直到过去 现在与未来 他会用善巧方便 让你的先生回头的 若是老婆劈腿的话 也会让你老婆回头的 所以人一定都有烦恼 但不要去害怕 要原谅自己 也要原谅别人 再看下面 离开这种十种恶业 接下来你会产生修食善业 有什么功德呢 请看经文 由是因缘 此差地利灌顶大王 当获十种功德利益 何等为时 请看经文 几二详列功德 一者巨大名称 二者巨大财宝 三者巨妙色相 也就是说你修食善业的话 第一个 你走到哪里 人家都会很恭敬你 这是名称很好 所以有些人 我们常讲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的品德有缺陷 虽然人间的人看不到 但天地之间都有无形的鬼神 跟天龙八部 所以当你的心很正派的时候 你走到哪里 人家都会恭敬你 你就会有好的名声 第二个 你走到哪里 你所求如愿 你就有广大的财富 第三 你的相貌会非常的庄严 而不会是禅障人员 第四 你走到哪里 具有多种眷属 这里的眷属 包含你的朋友 同事 还有 走到哪里 人员很好 包含佛们的同餐道友 你就会眷属圆满 第五 你虽然也会生病 也有一点烦恼 但是它会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你不造恶业 当然你心中就比较没有恐惧心 病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最难病的是 心病还要心药医 其实我们的心是影响我们很大 虽然我们在身体上会老 可是若是我们还是 常常心很苦恼的话 那你病痛会很多 纵使你吃了很多补药 但是你就会觉得腰酸背痛 这里不舒服 那里很痛苦 你每天就觉得 活得比死得还痛苦 但是你若是忏悔 行食善业道 你的身体健康 你的烦恼就会比较少 第六个 朋友眷属都是非常聪明智慧 而且广学多文的多 所以你会交到很多正直的朋友 第七个 正直正行 就是你的行为都很正大光明 很正派 别人看到你会很欢喜 愿意靠近你 假如你是出家中的话 你身口一清静 人家还愿意供养你 第八个 广美欲生欲 留正十方 你想想看我们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总统 作为总统其实是很大的福报 但是你会发现有些的总统 名声很好 全世界人都赞扬他 可是有些总统 私生活就很复杂 常常就有动不动就很多性丑闻 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全世界人也会看不起他 所以自己的品德 是很重要的 我们佛教徒要修行 我们讲要修身口意 我们除了一般要修行之外 你身口意要比别人好之外 佛教徒的品德 要比一般的人要更好一点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第九个 因为你的功德 不但人间的人赞叹你 理尽你 喜欢亲近你 乃至于天上的 第九 大威德天神 昼夜也会保护你 当你在睡觉的时候 所有天龙八糊 都会像值班一样 来保护你在旁边的 这是真的 诵地藏经 也是有这样的功德 地藏菩萨会派 所谓的天龙夜叉 一切的 天龙八糊鬼神 昼夜保护你 第十个 当你命结束身体 四大分离的 将来你的福报 可以升到天上 非常的快乐 或者升到善去 就是来生投胎做人 继续学佛法 或是也好的话 修得更好的话呢 还可以升到天上的国土 好 我再讲一个故事 也是地藏菩萨的 让我讲一个段落 因为今天是礼拜一 礼拜一大家上班都比较辛苦 叫Blue Monday 所以我九点半就会准时下课 然后给我讲一个段落 所以其实你看到这十项的功德 我们都希望拥有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你想要拥有 你要去种因 我觉得联友有时候虽然学佛了 可是看到别人的时候 都会生嫉妒心 这是不好的 举个例子 你看到这个联友 哎呀 他相貌非常的 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长得比较漂亮啊 不要这样想 这是你叫酸葡萄心理 你看到这个人联友 哎呀 他家住得很好 对不对 你要修朴贤十大愿 随喜功德 他修来的 你看到这个联友 他有福报 人缘很好 你注意看他 他走到哪里 都跟人家家广结善缘 这也是他修来的 对不对 看到这位法师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变才无万 你要赞叹他 而不是泼他的冷水 而毁谤佛法 或毁谤三宝 答案是什么 一切都不来离开 因缘果报 有些联友又会觉得 我这辈子 好像就笨笨的 没有智慧 对 为什么 因为你不肯学 你不学习 你没有中那个善因 你怎么会深入金上 智慧如海呢 你现在不学 等来生投胎以后 你若不是人的话 你更没有机会学啊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你要去中善因 举个例子 你现在开一个公司行号 对不对 卖东西 左邻右舍都很竞争 你要很用心 讲真实 就是说 很真诚的跟人家做顾客 然后卖的东西 该赚的赚 对不对 你很正直 也很踏实 你做的顾客 就会越来越长远 有些人喜欢占人家便宜 占一次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白痴 不会给你占第二次便宜的 所以心要正派一点 要中阴 一直中阴 这样子的话 你所有六度波罗蜜的阴啊 才会圆满 有些人 你会发现 你观察他 他常常中布施的阴 虽然没有很多 可是他看到三宝 有所有的善事 他听到 他都很发心布施 你就会发觉 这个人走到哪里 都很有福报 第二个 持戒 就是呢 这个人呢 他做人 讲话都很谨慎 对不对 你就会发觉 他走到哪里 大家都相信他讲的 为什么人家不相信你的 因为你讲话都乱乱讲 对不对 你的恶口嘛 不失持戒 第二忍辱 忍辱 碰到逆境 我们也要忍 我在精明佛学社讲 我们娑婆世界 一切呢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也要忍 发脾气 不能解决事情 你要忍辱 要有智慧去处理 不失持戒 忍辱 精进 你看这个人 为什么他跟师父很有缘 因为他很精进 所以 你看到人家的果 但是你没有看到他的因 了解吗 所以我们要学 去种人家的因 然后要随喜人家的缘 将来你才会有好的果 而不是看到人家 生嫉妒心 嫉妒是最大的烦恼 嫉妒会让你不愿意精进 嫉妒呢 你会让你自己 看不得别人好 然后呢 你就会失去更多更多的 同参道友 最后你会变成很孤单 所以嫉妒 其实最后受伤的是自己 所以 讲这十条的功德 最重要是自己 要种这个因 好 现在我讲下面 有一个故事 就是梦见去世的父母 祖母 他说 我很想念我的祖母 可是他的祖母 小时候吃了很多苦 并不像一般的人呢 一样呢 老的时候 享福天年 寒衣弄孙 他的祖母呢 多年前呢 不幸摔倒 就卧在病床上 吃饭都是由儿子 跟我们孙子 轮流照顾的 他说小时候 六年级 读中年大学的大姐 就从佛学社 带回佛经 当时我就 第一次接触到佛法 非常的高兴 这位联友很有善根 他每天念 普门品 还有大悲神咒 甚至念观音圣号 他呢 把普门品 大悲神咒 跟观音圣号 念完功课做好了 他才去做自己 世间的功课 这个功课就是 他是学生 然后呢 他也向同学们 介绍佛法的伟大 甚至因为他人缘很好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呢 放假会有几家 假日很多的时候呢 他的同学啊 反正呢 邀他来 全部在家里 念佛 礼佛 诵经跟静坐 他说 国一的时候 某一天 我梦见了 我已经去世 很多年 很多的老祖母来 他捧着一个 非常大的 非常的大的肚子 好像要生产 那因为在梦中 他这个女儿 孙女啊 他常常念普门品 他就突然想到 哎呀 若要女生呢 求男求女 拜观世音菩萨 就生福德智慧之男 若要求女生呢 就生端正有相之女 素质德本众仁爱静 我想各位普门品的经文很熟 这时候在梦中 他就非常高兴 然后呢 告诉呢 已经离开一年多的祖母说 你呀 赶快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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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阿嬷你快要出生 那个娃娃 才会很可爱 那祖母就问他 我怎么念呢 那我不会啊 来 你告诉 你跟着我 他就在梦中表演给他看 跟我合掌 一起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在做梦的时候 教他的阿嬷 祖母呢 还念 结果没想到呢 他就真的念了 可是念到几句 他突然就不念了 不念以后呢 他阿嬷的脸 突然脸色发青 眼眶被黑 突然变成 非常面目猙獰的鬼一样 就这样伸起来 掐他的脖子 然后他下了一身冷汗 然后一直跟他挣扎 最后呢 他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醒了 后来呢 他才觉得糟糕了 我的阿嬷呢 变成呢 肚子大大的恶鬼啊 后来他醒了以后 下了一身的冷汗 心有余悸 就迫不及待呢 把昨天做梦的事情 因为祖母已经过世一年多了 他就问大姐 他说 可能啊 大姐怎么说呢 因为大姐学佛比她久 她说 可能祖母过世以后 她还在鬼道或地狱道受苦 应该因为知道你天天诵经 而且祖母从小就最疼你 所以跟你有缘 所以托梦来告诉你 那我觉得你平常已经念了 普门品很好 你不妨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吧 回向给祖母 这时候呢 她的姐姐还跑过去 翻出地藏经一段的经文 就跟她说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曾讲 若未来是所有的众生 不管是做梦 会睡觉 若看到鬼神 乃至呢 现各种形象 有哭的 有叫的 有很忧愁 有感叹的 有恐怖的 这都是一生 十生 百生 千生 过去的父母 父母师长 或男女兄弟姐妹 或夫妻建属 有人 还在恶道里没有处理 因为他很苦 被业力绑着 所以他就会托梦 告诉后代学佛的弟子呢 希望他为他做功德 然后离开三恶道 最后他姐姐就翻这段经文给他看 他看完以后 他非常感动 因为他很想念他自己的阿嬷 所以呢 他看到想说 哎呀 刚才阿嬷 这样子呢 很开心 突然变成恶鬼猙獰的样子 他就觉得呢 的的确确 他堕入恶鬼道 为什么呢 他就回想到说 原来他阿嬷断气的前一天 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学佛 跟他讲 他梦见呢 已经去世的五年的祖父 坐在眼前的对岸等着他 跟他说 来哦 来哦 我等你 他阿嬷呢 就断气了 后来呢 他就去查经文 才知道说 地藏菩萨本愿经说 难言菩提众生 行善的人 若恶业现前 离命中的时候 有百千万亿的恶道鬼神 会变你的爸爸妈妈 或已经往生的眷属 来接你的 让进恶道 其实这是假的 所以他看完地藏经以后呢 他就呢 吓了一跳以后呢 接下来 他决定呢 哎呀 我的阿嬷一定在三恶道 可是当时他后悔说 因为他没有学佛 也不懂得要帮阿嬷助念 也不知道要做妻 也没有请人出家师傅来诵经 所以他很难过 所以为了这样 他觉得阿嬷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因此按照地藏经讲 若有人发心自己读或请人读 数字念三遍或七遍 昼夜精进念 然后回向 那你的家人永托三恶道 从那天开始 因为姐姐也讲了 所以他又做了这个恶梦以后 第二天姐姐劝他 又让他看地藏经经文 他就开始每天 除了念普门品之外 他还继续念一卷的地藏经 念到很晚很晚 然后跪着说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所有的众生很苦 你曾经发广大的大悲愿力 希望你帮助我的阿嬷 早日往生善道 结果他这样连续念 他很孝顺 连续念了十天以后 他竟然梦见了阿嬷 坐着莲花 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所以每一天都会讲很多 不同的感应故事 让你知道地藏菩萨 在南瞻步周 不管有形无形 你听到没有听到 其实它都发生的 有发生在古代 有发生在现代 有发生在台湾 有发生在新加坡 跟其他的国家 所以各位有空可以看看 地藏菩萨的感应录 多看几遍 你内心里会有很大的力量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 让你会对于 除了佛法的理论了解之外 你会对佛法产生 更强烈的信愿心 人生虽然很苦 但是苦当中还好 有大悲观世音菩萨 有大愿地藏王菩萨 有这么多诸佛菩萨 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 千百亿化生 做我们的六清眷属 我可能做你的师长 可能做你的老板 可能做你的朋友 可能做你的联友 其实他直接间接 有意无意都在互念你 接下来再看经文 三十九页物三 国土恒增安乐 善男子 三十九页第二十行 善男子 差地立种 灌顶大王 成就如是第十 第九王轮 由此轮固 令自国土增长安乐 能服一切 愿敌恶友 善守护身 令增寿命 好 到这一段 我明天会从三十九页的 第二十三行 才开始讲 请各位预习 我就会尽量经文 讲一个段落 好 还没有讲完 我准备了很久 让你看几张照片 再结束吧 好 先问一下 在座各位 曾经去过九华山的举手 中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 举高一点 师父看 举高一点 去过九华山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你们很有福报 我还没有去 不过师父 从网路当落 给你介绍一下 地藏菩萨 肉身菩萨 而且你待会看到 肉身菩萨的照片 怎样 你们现在准备要去吗 怎么突然这么骚动呢 不要激动 好 看一下 中国四大名山里面呢 四大名山地藏王菩萨 他是韩国 新罗国的王子 叫金桥爵 到中国来 然后视线的地藏菩萨的圣地 他来的时候 是一位出家人来的 他带着一支叫地厅 其实不是狗 是地厅 一种动物 来到中国 当时九华山是民间宗教 所以他就跟师主化缘说 师主啊 我要找一块地修行 那我跟你要一块 袈裟的地好不好 那位师主想 袈裟其实没有多大 你看师父的袈裟大概就这个桌子 好啊 那我就给你 没有问题 师父 你要修行 我问你 这些都是我的土地 你就拿一块袈裟去 他说谢谢你的供养 没想到他一变呢 神变袈裟是广大无边 整座九华山 都被他包了下来 他吓了一跳 后来呢 他就成为地藏菩萨的护法 好 请看照片 这些我是从网路当录的 因为现在数位化很方便 所以九华山最高的是 地藏菩萨的肉身宝殿 所以九华山是非常有灵气 跟峨眉山一样 是非常的在安徽省九华山 接下来你看 现在中国进步了 有发愿见同照的地藏王菩萨 师姐 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去 你有看到吗 还没 还没有 这是这几年建的 非常的壮观 听说有大概十层楼这么高 同住的地藏王菩萨 好 我们要很赞叹很赞叹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佛法兴盛 我们也希望呢 中国的人能够像中国唐朝一样 所有人都学佛法 中国人是很有善根的 现在中国财力进步 对不对 中国人曾讲一句话 人穷不过三代 富也富不过三代 虽然因为历史的因素 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 可是现在中国的福报 真的是很进步了 我们要生水喜功德的心 不要吃醋 你看中国现在是很进步 看 红柱的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 接下来你会看到 九华山有非常多的寺院跟僧众 此修行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每个寺庙的风景呢 都是很有灵气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你会看到这个安治护国的肉身宝殿 这个念肉字 不是月 这是肉字 护国肉身宝殿 然后在一进山门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同住的这个匾额 然后我记得我个人是没有看过 不过我亲口听过孟参老和尚 他说过六十年以前 他今年已经九十六岁了 不止六十年 应该是七十年以前 六十或七十一年前 那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他亲自看过肉身菩萨 亲自从地窖里抬出来 然后让大家顶礼跟瞻仰 他看到的时候放声大哭 后来这个孟参老和尚就出家了 所以他跟地藏菩萨的语言是很深 接下来从这个同往上爬 你就可以看到地藏肉身宝殿的全景 所以你应该去过这里吧 哈喽 有啊 对 这个就是肉身宝殿 外景 接下来一进里面 会有看到一个木字的肉身地藏的宝塔 事实上因为中共现在的宗教政策的关系比较谨慎 因为他不喜欢人聚集 所以前几年呢 本来是遇到地藏菩萨的肉身宝殿是要的 后来就暂时停止 那现在的肉身是放在这个木塔里面 底下的地窖里面 所以这是你一进大殿就会看到一个好像九层的木雕的宝塔 所以地藏肉身宝殿又称为叫地藏塔 接下来你看正面就会看到有雕造型的地藏菩萨 这地藏菩萨的造型有些是古代雕的 有些是现代人他们出钱做功德 然后旁边就雕了很多地藏菩萨 所以地藏宝塔的正面 你会看到很多很庄严的佛像 接下来看侧面 非常的庄严 地藏菩萨 然后呢拿着西藏 然后拿着摩尼珠 左手跟右手 你会看到闽宫长者 这个也是地藏菩萨度他的 而来学佛成为地藏菩萨的护法 右边呢一般人讲是木建联尊者 这两个闽宫长者跟木建联尊者 事实上他没有特别的经文根据 可是在中国的地藏感应录里面 最后就把他选出来 作为地藏菩萨的这个所谓的邪式 就是像观世音菩萨旁边有善才 旁边有龙女 它有木建联尊者跟闽宫长者 这是中国文化产生的 接下来再看正面的经地藏菩萨 这尊地藏菩萨的雕像 已经有好几百年的 非常非常庄严 待会不要紧张 我会真的让你看到肉身的 不要害怕 你们看到尸体应该不会怕吧 接下来看肉身菩萨就是这样 它是完全已经干的 然后人的身体百分之水分是七十 都是水但是当干燥以后 然后它就会缩水 当然它是披得很庄严的 但是肌肉会萎缩 这就是真正的肉身不坏 再看肉身不坏 不可思议的地藏菩萨的肉身 在科学的角度来讲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 在新加坡你三天不洗澡都臭死了 会流汗 对不对 可是这个地藏菩萨的肉身 传说到现在 也不是传说是真的 还会长头发 指甲还会长 所以每隔十年 他们要开轿子 进去帮他剪指甲 指甲跟头发 是很不可思议的 那表示呢 这个是真的不可思议 就叫做不可思议 是不是也讲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指甲跟头发 是没有神经 知道吗 但是它是附在我们身上 所以你看我们每天吃吃吃 指甲已经会长长 对不对 你出国一定要戴指甲剪刀 所以现在这尊地藏菩萨的肉身 还在长指甲 也还在长头发 所以当然这就成为宝 被他们剪下来以后 他们会供奉 接下来再看肉身 当然肉身是很不可思议的 台湾也有很多尊肉身菩萨 台湾有五尊肉身菩萨 系子慈行菩萨 就是诵法华经 念观世音菩萨 他最后成为肉身 到现在还在 所以我也真诚地说 希望新加坡好好用功 将来出一个肉身菩萨 会震动全世界的 真的 这是可以证悟的 接下来你再看 在肉身菩萨多年前 因为特殊的因缘 特殊的申请 拿出来 被大家占礼跟供养 他帮他穿上袈裟 而且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媒体是要特别允许 才可以拍照的 这是肉身菩萨 就是精巧诀 韩国的太子出家 这地藏菩萨 接下来再看中国 还有很多肉身 比方说六祖慧能大师 我再问一下 在座曾经去广东南华寺 看过六祖慧能大师的警局手 哇 都很有福报啊 OK 的确六祖慧能大师 他是了不起 他修金刚般若波罗蜜 他也是了不起的 而且六祖慧能大师旁边 还有一个无暇和尚 还有一个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是明朝的高僧 他通华元经 也通楞元经 他最后也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有憨山大师全集 那因为六祖是南方人 所以他的皮肤是比较黑一点点的 看起来有点像巧克力的颜色 事实上六祖慧能大师也存在 而且中共国家保护得非常好 这也是国宝 英文叫priceless 你用价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国宝的 而且很不幸的 应该说很幸运的说 虽然经过了中国历史的文革 还有变化兵荒马乱 可是这些肉身菩萨却保留了下来 我们台湾有五尊 Welcome to Taiwan 所以各位发愿去朝四大名山 也可以朝地藏菩萨的肉身宝殿 当然或许你现在去 可能不太方便亲自看到肉身 不过你不要介意 师父刚才都是从网路上download 也就是多年前 会有特殊因缘看过的人 他把它拍照 这是的的确确肉身菩萨而保留的 也有机会 也应该去广东六祖慧能大师的 南华寺的道场 可以看到六祖大师 还有无侠和尚 还有憨山大师 所以广东南华寺的大殿 有三个肉身菩萨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谢谢大家